看惯了澳洲的人驼大战 今天我们就来见识一下这个小日本鬼 是日本的人猪大战 为什么宁愿谁让百万捉拿也不吃它 野猪啊 作为众所周知的美味 一直饱受国人的追捧 比起家猪那一身肥镖柚子 浑身健子柚的野猪自然更胜一头 口感也好 在我们国家的地位自然也是身价倍增 可可日本福岛这个地方 即使野猪泛滥成灾 日本人也是弹猪色变 恨不得离其巴掌远 为什么呢 人们对野猪的恐惧如此之深呢 那只能用一句概括 国家行为动物买单 后人受难 原来福岛311大地震发生将近十年 但核灾影响仍未消除 比起当时苏联人倾尽全国之力 针对切尔诺贝利事故 动用了60万人力挽困 这个日本方面倒好 派了五次个人去了 据说还是老弱病惨 硬鼻子丧的 后果可想而知 如今的切尔诺贝利事发地呢 连濒临灭绝的普世马 都能变得肿群繁盛 发现福岛这个大丸子地 兔子缺耳 章鱼九族 连植物都会发生变异 野猪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核辐射泄漏 是因为地震引发 灾难之时啊 人都自顾不暇 谁还操心猪的暗威呢 因此 当曾经的福岛变成了一片荒野 留下的动物就适者生存 因为这个原因啊 核灾区少了很多人类的活动 所以成为了动物们的天堂 增长速度飞快 比如野猪的数量 已经达到五万 是灾前的五倍 短短几年 就开始进行 纠集进化 退去白皮变黑皮 野生猪哥得逆袭 样貌可增变功敌 把把猎枪瞄准你 曾经的二十兄子 因为核辐射入侵身体 变得粗壮 体长在1.5到2米 体重飙到400来斤 甚至主动攻击一切物体和建筑物 相当吓隐 经过一番取证 研究人员发现 野猪们的精子和白雪球都发生了变化 身体也变成畸形了 不光野猪 就连生蚝都变得跟那个巴掌一样大了 如果你有吃的想法 劝你耗之为之 毕竟野猪的体内 还有一种放射性的物质 竟超过人类可使用标准的300多倍 因为野猪破坏力极强 对周边的居民 人身造成的威胁太大 政府不得不组织人员对他们进行捕杀 所以政府还颁布了悬赏猎人的公告 据规定 每捕杀一只成年野猪 就可以获得1.6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一千两块钱 至今发售的奖金多大一百多万了 当他们捕捉野猪的时候 会在树林当中设置陷阱 用特制的绳索放在野猪的必经之地 就等他自投楼网 无论他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 只能坐以待毙等着嗝屁任人宰割 而且因为体内有过多的放射性的物质 杀害他们之后也只能将其掩埋 福岛作为一个小城 连百吨的核废水都难以融下 甚至将其排到太平洋 何况5万多头的野猪 其中难免有一些不良商人打着出口的谎子 把这个野猪远消海内外 所以当你碰见便宜的出口野猪 就要三四人后刑了 难道家里的野猪它不香吗 近年来啊 日本野猪频频出没在日本的各个市区 仅一个曲线 2019年目击野猪的通报数量就有240多起 所到之处骂声刺起 山中地区无老虎 野猪日本称霸主 嘴巴四处撞行人 行为恶劣隐民愤 肉类有毒没法时 尸身腐烂处处闻 幸好莫不在我国 否则纷纷叫做人 如果是你 针对日本的野猪泛滥 又会如何处理呢 1948年目击野猪分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